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指揮中心宣布 新增287例本土病例 另外再增加 校正回歸170例個案 但確診的個案當中 有6例死亡 創下了單日新高 287例的本土 還有另外有170例 校正回歸的案子 新增的287例 確診個案當中 新北佔了142例 最多台北77例位居第二 其次是桃園 南投和屏東 原本是淨土的嘉義縣市 宣告淪陷 170例校正回歸之後 5月16號 都暴增到257例 17號灌破了400例 18號到22號 又是連續5天破300例 這讓醫師聽了捏薄冷汗 是不是當初有 及時的打電話通知他們 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他的自主健康隔離 跟家人保持的一個距離 就會就鬆懈了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依照指揮中心23號 校正回歸的天數來看 最遠回推到16號 等於一個確診個案 整整有7天的時間 在社區活動跟家人同住 才被告知確診 會造成這麼大的風險 醫檢師認為 就是因為判讀的量能 跟不上檢驗量能 那這些實驗室 可能用的是儀器設備的速度 可能本來沒有那麼快 我們的人力也嚴重不足 報告的速度相對 你可能會有兩倍的延遲 甚至到三倍的延遲 指揮中心提出三個解方 來校正系統的問題 包含了簡化燈打 補助購買高通量檢驗儀器 以及健康存值的APP 縮短時間落差 我們就讓這個登錄能夠簡化 在通報的時候 那些欄位那麼多 所以從20號撿到8項 校正回歸之亂 才讓大家認知到 檢驗量能跟判讀量能 是兩件事情 大家更擔心的是 判讀的過程中 空窗破口該由誰來承擔 記者吳俊瑋 王一仲 台北報導 藍部東卡 記者吳俊瑋 紀念 警方 詞瑋